如何改变命运 生活中 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莫过于自己 而自己的问题之中 又以命运最为重大 人一生的祭遇 往往因为各种因素 而改变命运 有些人为了一个人 一件事 一句话 一文钱 乃至一个念头 而改变自己一生 甚至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 改写世界人类的历史 英国的爱德华白象 为了与自己心爱的女子 身抱心夫人 长相厮守 宁愿放弃皇位 所谓不爱江山 爱美人 为了一位女子 不但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都改写国家的历史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 为了水门事件 失去全世界 马首时尖的美国总统职位 并且野来官司 一件事 有时候会令到我们受到无比的推送 有时也会遭到难堪的羞辱 唐代的丹下禅师 本来要进京赶考 途中遇到一位出家人对他说 考官不如选择 一句说话 抛醒了他的富贵梦 但是就拓展了他另外一片 更宽广的人生 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先生 年轻时离家创业 他父亲给了一元他 他以这一元作为资本 发奋图强 终于开创了福特公司 文明于国际 写下自己的历史 也都造福全体人类 唐朝的元壮大师 年轻时阅读经典 敢于当时的全益经典不够周传 因而蒙发西天取经的念头 由于求经一念 一去天足十八载 带回数千卷经典 成为一代三藏大师 他的一念改变自己一生 而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也都因此揭开新业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境遇 有时候见到别人飞黄腾达 想下自己这么不如意 不免概叹 持也 云也 命也 甚至埋怨老天爷触龙命运 而有些人就听天由命 认为穷通和服 事一物一人一才 只要我们培养正确的观念 树立坚定的信仰 广结良善的人缘 严持清静的戒律 能够如此 不但不为命运所控制 并且能够自由自在地改善命运 人间福报 2000年5月7日